拔出剑 我给你力量 拔剑吧 与我合而为一 是你的宿命 眼前这个男子意外得到一把绝世魔剑 然而下一秒他却拔剑自我 怎料魔剑杀内剑消失不见终力 男子以为就此摆脱魔剑的控制 可就在一瞬间 魔剑却从天而降出现在他身前 而他竟不受控制的伸手握住魔剑 男子不想从此坠入魔道 随后他再度艰难举剑自我 是要与这魔剑遇事俱乱 可魔剑不甘就此隐灭于世 瞬间幻化成巨大的上古魔龙 散发着无尽魔剑弥漫在整个房间 男子正是魔王之子力尘兰 原来多年前魔王修行秘术时 不慎走火入魔 勿将魔剑侵入其子力尘兰体内 魔王担心魔剑侵蚀其星星 于是便将力尘兰封印于山中 并让属下陆氏一族世代看守 魔王则孤身前往海外寻找灭虫魔剑之法 怎料这一去便从此秒无音信 而陆氏一族信守诺言世代守护于此 因此山被无尽魔剑侵蚀多年 导致方圆数百里寸草不生 原本居住于此地的人陆续搬移 如今唯有陆氏后人陆昭遥和老爷留守于此 昭遥自幼随老爷生活在风魔山 每天的乐趣就是倒立练功 渴了就喝一口山泉水 饿了就烤一只野猪 昭遥从不知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然而他的命运就在这天发生转转 他突然感觉山中地动山游 原来是一名强大的剑修在破除封印 剑修闯进封印山洞 而他准备斩杀被封印的魔王之子 怎料近处发动中的风魔大阵 就在长剑攻向力尘兰时 禁锢的铁链无风自动反击 将漫天飞剑全部抵挡下来 随后地上的碎石逐一升起 化作一道守护石墙挡在力尘兰身前 而在剑修继续攻击之际 封印阵却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不仅将袭来的飞剑击退 还将剑修的身躯死死锁住 眼看剑修即将命丧于此 瞬间激发出隐藏的金仙之力 轻刻间将王口粗的铁链震断 可他也被这股金仙之力反噬 一口陈年老血喷了出来 但是封印阵也就此被毁 厉晨兰趁机化作一团魔器 瞬间消失在这片风魔山之间 恰巧前来查看的招摇 在半山发现受伤的剑修 天真善良的招摇好心将他救下 剑修是他第一次遇到的男人 情斗初开的招摇顿时心生情愫 当男子想感谢救命之恩时 怎料招摇竟率先表达 那你就以身相许吧 男子从未见过如此胆大的女孩 可他似乎心中早有所属 只能婉转地谢绝招摇的爱你 于是在招摇的细心照顾下 剑修的伤势也逐渐恢复 随后便和招摇告别离开 可招摇在这一刻见到不一样的外界 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出去闯荡一番 而逃脱的历尘兰却如同乞丐一般 此时为护住馒头被无情地拳打脚踢 怎料他拼命护住的馒头 竟是拿来喂给小狗 可当他准备吃剩下的馒头时 却发现一旁的乞丐就快饿死 然后便将剩下的半个馒头递过去 虽然历尘兰是魔王之子 可他却心地善良 但还是被剑修派人将其抓納 而后将他禁锢于广场之中 并广邀江湖阁大门派前来 在三日后当着所有正派宗门的面处死 这时的招摇也修炼有成 于是来到结界前施展法术打开 然后迫不及待地跳出结界 老爷也跟随其后来到这里 见到招摇如此兴奋 依依不舍地挥手让他出去闯荡 而招摇的命运也就此发生感变 因为他刚到外面的世界 就遇到所谓正道对少年的无情摧残 招摇本就心有正义且心地善良 他见不得如此滥杀无辜 于是毫不犹豫地仗剑而行 在场中人见招摇出手纷纷震惊不已 所谓的宗门正派大放厥词 为首之人更扬言招摇能击败他 就将立尘兰交给他带走 打败你 好啊 别怕 我带你走 就是招摇的这一句话 深深的爱意在立尘兰心中萌生 招摇二话不说凌空而起 瞬间就将数人击倒在地 然后自报明慧告诉众人 我信弄名求 自招摇 别怕现在记不下 以后自会有整个江湖 让你们记住 而这些名门正派可谓无耻至极 居然轮番上阵与招摇交手 纵使招摇功力高深 可也架不住这么多人轮番上阵 一不小心脸上就留下两道伤痕 随后趁机有人围攻招摇 瞬间就被招摇反手制服 当即将他击飞倒去 此时招摇已然伤痕累累 方才扬言之人这才出手上阵 可是招摇已然身疲力竭 交手竖招不到 招摇就被这个伪君子击倒在台阶 可他就算身受重伤都不屈服 就在男子冲上来之时 腾空跳起将他踢飞 在场中人还想继续围攻 好在宗门人中还有道义之人 当即拦住冲杀的在场中人 于是告诉招摇 今日暂且放过立尘兰 货后宗门各派就会全力追杀二人 立尘兰背着重伤的招摇行走 在大雪中 他知道招摇之人很快就会追杀过来 于是带着招摇来到之前栖身的村庄 还拿来两串糖葫芦给招摇吃 二人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时已然恢复的招摇询问立尘兰的眉眉 见他没有吭声说话 招摇捏着他的脸查看一番 于是自不自地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莫清吧 莫清 莫清 尚可有好记 我去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而这段日子也是立尘兰过得最快乐的 招摇每天带着他游山玩水 丝毫不担心宗门的追杀 直到这天招摇告诉立尘兰要离开了 因为他出来外面的世界 就是为寻找那一件钟情的剑袖 招摇让他一个人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可立尘兰表示就在这里等他回来 招摇放心不下便教他打不过就要认负 还亲自示范给他看 少侠在上 小女子甘板下风 少侠你还挺傲娇啊 当次日立尘兰睡醒就发现招摇离开了 可招摇不知道此行改变他一生 当他兴高采烈的来找见修士 原来他竟然是宗门惊仙洛明轩 招摇以为他还是当初的正义大侠 怎料洛明轩见面就质问他 魔王之子现在身在何处 招摇没想到心中爱慕的人 竟然如同所谓的正派人士一般 不分青红皂白也要杀无辜的莫清 招摇连忙跟洛明轩解释一番 可他却根本不听起是要杀莫清 招摇失望的眼含热泪 转身就要离开 怎料洛明轩竟将招摇捆住 未达到目的真是不择手段 可他无耻地将招摇进行严刑拷打 女孩的一番怒斥戳中男子的痛点 他瞬间恼羞成怒 举起长剑就打算击杀女孩 危急关头 女孩老爷及时出手救下他 他当即一把扯断捆绑的铁链 老爷看着招摇伤痕累累 顿时愤怒地举起拐杖击向男子 可他消失的瞬间老爷也跟随其后 而这渣渣正是宗门金仙洛明轩 他本想言行逼问招摇 从而得知魔王之子的下落 可没想去惹出功力高深的老爷 陆世一族本就深得魔王真传 老爷对付这区区金仙根本不在话下 交手几回合便将洛明轩死死压制 可招摇的情况却危险万分 他本就深受重伤 此时被大量宗门高手围攻 眼看即将命丧于此 老爷飞奔来到招摇身边 当即一拐杖震开所有人 随后破碎虚空打开封印之门 唯有将招摇送回封魔山才能保住幸运 怎料洛明轩竟使出金仙之力 祭出隐藏体内的真灵凤凰 在火凤衣附体的加持下 洛明轩竟破开老爷的护体蒸气 一箭刺进他的心脏 看着孙女已然进入虚空之门 老爷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招摇却哭得撕心裂肺 因为他眼睁睁看着相依为命的老爷 惨遭洛明轩毒手焚烧成虚无 就在招摇悲痛欲绝之际 虚空之门也在此刻关闭 当招摇在封魔山醒来后 天空已然下起磅礴礼 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 颤颤巍巍的在大雨中挣扎的爬行 招摇撕心裂肺地呼喊着老爷 可他早已变体鳞伤 突然全身无力地磕在地上 瞬间被石头磕得头破血流 可招摇还是坚强地爬起来 看着老爷被烧黑的龙头拐杖 脑海里闪过于老爷过往的顶地 招摇心中犹如雪山崩塌般 这时招摇犹如行尸走肉般 他失魂地走回来找丽承兰 丽承兰看着招摇再次回来 心中既是高兴又很心疼 因为他察觉招摇已无网约的阳光 丽承兰不知此时他的心已经死了 从今往后 那金仙便是我的仇奖 我还是要建立一个门派 就叫万路门 我要以刀 杀出 一条血路 以剑驳回一个公道 这身披百米红裙的女魔头正是陆招摇 红裙是代表对宗门的无尽恨意 凡是宗门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招摇皆一律杀之而后快 只要是与宗门为敌者 统统可入万路门受庇护 短短数月招摇成了人尽皆知的女魔头 这却让宗门各派心生不服 招摇孤身一人前来跟他们决斗 陆招摇 你竟敢自己送上门来 今天我心情好 来打个赌吧 我不还手 你们尽管来杀 我死了算我输 我没死算你们输 输者自诀 这有嚣张吗 给你们一串糖糊路的事情 在场中人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可招摇悠然自得地吃着糖糊 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当他吃完最后一颗 就在众人冲杀之际 双手一阵散发强大的争气 将所有人直接震倒在地 招摇看着眼前一幕轻蔑一笑 随后来到门外听到北山主禀报 得知今日是洛明轩新婚之日 于是带着门下弟子前去送上大脸 洛明轩正欲和妻子入洞房时 看到招摇前来顿时脸色大点 听说今日宗门有喜事 我来凑个热闹 顺道送上一份大礼 你想送什么礼 血迹奉山 以你命助你大喜 不要逼我杀你 逼你 今日 是我要杀你 双方弟子顿时展开混战 万路门弟子本就是被宗门残害过 此时更是心仇旧恨一并爆发 双方出手招招致命直取要害 招摇手持长剑直逼洛明轩 他今日誓要报老爷的血海深仇 二人瞬间交手缠斗起来 数百回合后 双方皆以身受重伤口流鲜血 招摇哪怕拼上性命也要斩杀洛明轩 随后将心头精血凝聚成剑 你想不死 不可能 瞬间手持血剑击向洛明轩 只见招摇飞身顺移斩向他 洛明轩全身经脉皆被斩断 陆冲通过 招摇飞身顺移斩向他 招摇飞身顺移斩向他 一向命令人都不担心 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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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时魔王之剑即将现世 所有人都想得到魔剑 连陆招摇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在正派宗文中 接替洛明轩位置的常遇圣主 此刻正召集中人 商量利用魔剑出世时射下毒际将陆招摇斩杀 虽然常遇圣主是一剑女人 可一个为爱疯狂的女人 是比任何人都可怕 此时的剑种里面已被常遇圣主射下陷阱等于她 虽然陷阱很快被识破 而常遇圣主也不是招摇的对手 可她的杀手锏也不在这里 就当招摇大意之下被戾气中伤 而此刻赶来协助招摇的丽承兰 突然感受到万军舰的召唤 她不知道自己就是万军舰的主人 此时正派宗文的众人也来到剑种 将受伤的常遇圣主带走 而身受重伤的陆招摇躲了起来 就在陆招摇觉得今天必死无疑时 丽承兰赶快乐 为了今日能脱险 招摇不意把自己贴身之物送给丽承兰 让她帮自己引开追兵 还承诺如果她能保护自己平安离开 她日一定让丽承兰在江湖上有地位 可招摇不知道 面前的丽承兰是喜欢她的 她也愿意为她赴汤刀 为了让招摇逃跑 丽承兰果断去引开追兵 可她没想到自己还没走出剑种就被宗人发现 而她也不会武功 自然打不过宗门之人 就这样丽承兰被一剑一剑地收割着 当被宗门之人踢飞到剑阵上后 没想到她的血流到了剑阵里 只见阵法无数纹路爆发出金光 所有尘封的袖剑瞬间惶惶不安 捏人心魂的剑鸣声不断在空中回答 顿时无数的袖剑破土而出 犹如受到召唤般飞向少年 瞬间无风自动结成上古剑阵 此时阵法中并发出刺眼的光芒 上古魔剑万军剑就此现实 可魔剑已被立尘兰的鲜血激活 他无法控制地手握剑柄 招摇剑撞上前阻拦 怎料被阵法肆意地剑气震飞 可立尘兰此刻竟无法控制自己 招摇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拼上性命争夺的万军剑 最后竟被立尘兰抢先掠夺 就在魔剑将士的刹内间 阵法顿时消失山崩地裂 可招摇竟掉落地裂深渊 尘封的袖剑也消失与灭 整座山顷刻间地洞山遥 而立尘兰丝毫没察觉招摇已掉落深渊 我千般拼命万般折腾 想要得到万军子 登上江湖至尊之路 却想不到最后 请给别人做了假 刺激我此生从头到尾的努力 我真是毫不甘心 招摇没想到再次被信任之人背叛 不甘心就这样从此逝去 而万路门弟子日夜寻找招摇的踪迹 可依然把剑种挖到底都没找到 而拥有万军剑的立尘兰 就此掌管了万路门 可立尘兰怎么也没想到 招摇可是祸害流千年 他坠入深渊之后并没有死 就在招摇埋在废墟之时 突然一个神秘人出现将他救下 随后将他封印在冰川之中 可神秘人却没能将招摇救活 因为需要特殊血液才能复活他 而救下招摇的人 竟是他曾经掳走的美男子 原来某次招摇回万路门时 遇到千尘阁主秦千贤 闻名江湖的美男子 路门主 把人给我抓起来 带回去让我好好看 我要看看这第一美男 到底有多美 秦千贤就这样被招摇掳走 而招摇却犹如恶狼般盯着他 秦千贤修行的功法本是轻欲寡信 可却被爵士美女的招摇看到不敢睁眼 还让六根亲近的秦千贤就此产生心魔 而他体内的特殊血液本可就招摇 可是在不正念心法之时 心里却想的是招摇的妩媚眼神 救星瞬间产生一缕魔气 而这个就是因招摇产生的心魔 就因为这心魔才没能复活招摇 不招摇 因你而生心魔 终因你而灭 眼前这个女孩刚回家中 净撞见可怕的一幕 父亲居然被人一剑刺进胸膛 女孩正想上前营救 不料却被父亲出声喝止 别过来 杀人凶手闻声回头查看 女孩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因为这凶手正是父亲的挚友 凶手拔出长剑转身杀向女孩 父亲在危机关头使出最后一丝力量 瞬间将女孩送到自己弟弟的门牌 此人正是千尘阁主秦千贤 他从秦子嫣口中得知哥哥被杀害 当即来到凶手的宗门报仇 可他却适口否认没杀害秦夫 但秦子嫣却认为他就是凶手 这令他更是万分震惊 而凶手正是宗门长老柳薇 我正想与秦阁主联手追查出真凶 这不仅是为了解除误会 更是要为秦瑜兄报仇啊 既然柳门主这么说 那我便不再多言 我今日前来 是想确定柳门主 事发当日的去处 柳薇却说事发当日在凤山 与凤山只是畅饮没酒 之后就醉倒在凤山休息 当醒来后便回到家中 那时才得知秦瑜被杀害 秦子烟衬乱逃脱得以保命 秦阁主 现在当务之急 是找到秦瑜兄的下落 是死是活 总要有个结果呀 秦千贤见其镇定自若的模样 又想到宗门政派 不会做如此下作之事 心中顿时犹豫不决 于是打算查明真相在取定柳 就在秦千贤起身离开时 意外发现柳薇博梗闪现出魔印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随即若无其事地离开 这时秦子烟得知秦千贤竟无动于衷 于是气急败坏地要独自前去报仇 怎料他无意间闯入冰川迷阵 当他越入越深的时候 秦子烟这才发现不对劲 秦子烟见无人应答 只能壮胆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可这既然叫做迷阵 哪能这么轻易走得出去 秦子烟感觉走了久久八十一圈 但发现还是在原地转圈 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前面的冰川不一样 随即连忙往前面走去 可秦子烟却发现冰川里有道身影 顿时吓得他脚下一滑 亮枪的一头撞到石头上 一滴鲜红的精血滴在冰面渗透进去 而秦子烟不知自己是上瘾血脉 吸收他的血液能击死回生 他更不知这意外之举将复活曾经的女魔头 曾经的往事记忆涌入脑海 也让他想起自己的身份 他正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露招摇 他疑惑地看着四周的情景 以为自己是死后下地府 原来阴曹地府长这样 什么阴曹地府啊 你是谁啊 这可把秦子烟吓得立马爬起来 惊魂未定地询问招摇到底是谁 你且听好 我姓陆 名穷 自招摇 就是见了陈济山万路门的 女魔头 对 我就是那个女魔头 你不是想死了吗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芷妍听到还以为是她也死了 这时招摇上前谈她的脑壳事实到底有没死 两人的脑瓜子瞬间都痛得嗡嗡响 这疼痛敢让招摇明白是真的复活吗 可就在下一秒 她却看到不可思议的阴影 见镜中的自己竟然和芷妍长得阴影一样 芷妍也像好奇宝宝一样凑前来看 看到镜中竟有两个自己 然后又和招摇大眼瞪小眼相互看着 瞬间将她吓得瘫坐在地上 你 你没有在镜里长得和我一样 在镜里和你长得一样 难道在你眼中我跟你长得不一样 不不不不一样 你在镜中是我的脸 可我看到的是你 我倒也好奇为何不一样 天哪 好可怕 胆小的芷妍吓得拿起东西撒腿就跑 可跑了七七四十九圈也没走出去 招摇让其回答几个问题就带她出去 这才从芷妍口中得知她本是宗门之人 可父亲被宗门长老柳薇杀害 于是她打算去万路门修行为父报仇 而招摇也要回万路门 因为她要找立陈兰报仇 随后便带着芷妍闯出冰川迷阵 这时二人来到万路门外 怎料一个男子突然骑马出现 竟然把招摇直接掳走 原来男子是芷妍的青梅竹马 错把招摇当作一中人带走 却留下芷妍独自风中凌乱 可这时意外再度发生 天空突然响起巨大的轰鸣声 白马一惊 瞬间将二人甩飞 而招摇却跌进古树上的阵法 此时立陈兰感觉有人闯入境地 瞬间化作一缕黑雾前往 当她来到境地却只见到昏迷的男子 于是让弟子将她押入地牢 随后转身看向一旁的坟墓 这时招摇从古树另一边出来 缓过神后便询问过往的路人 这才得知来到 介于阴阳之中的七指令 而这里贩卖世间罕见的灵丹妙药 正当招摇抱怨这鬼地方时 突然见到丽陈兰在阵法的另一边 眼前这个女孩撒娇要师父背着 可下一秒却下狠手要杀她 怎料师父竟穿了金丝软甲 女孩根本无法刺穿这层防御 可丽陈兰已然察觉她的心思 于是故意询问招摇怎么了 招摇处处心积虑地想杀丽陈兰 皆因她的背叛导致招摇被冰封五年 她见这个方法行不通 于是又想到给丽陈兰下毒 随后便在她的汤里放下七步倒 这时招摇亲自端到她面前 当她看着丽陈兰喝下汤 招摇心中顿时暗自窃喜 顾寒光的七步倒 无色无味 见血丰厚 时候立即送你去阎王殿 小丑八怪 你给我到地狱忏悔去吧 可招摇却发现她并没有中毒的迹象 瞬间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随后气冲冲地端着盘子回房间 顾寒光的朋友根本不管用 这次 还得下个别的法子杀她 不是吧 女魔头 你还来啊 你别错过了 受不了了 而立成岚并不是没有中毒 只是她已然找到南山主顾寒光景 南山主这才明白丢失的毒药事下给她 其实立成岚早就察觉到了 虽然招摇的相貌是情指焉的 但是从她之前刺杀立成岚时 立成岚心中就已经猜到是招摇 自从那次立成岚就已经知道是招摇 这时她从南门主那边回来 一旁的招摇咬牙切齿地看着她 因为她暗自布下杀阵 怎料被立成岚及时发现挡开 招摇瞬间脸色一遍上前解释 师傅 你怎么来了 我最近对杀阵感兴趣了 新学了个阵法正在试呢 没伤着你吧 上手挺快 还差点过 立成岚这番话可把招摇气得头冒清烟 这时二人在山中凉亭闲聊 招摇看着一旁的万军舰 瞬间心中就憋着一口怨气 这本是招摇的武器却被她抢去 于是向立成岚提出自己没有武器 随即说起海外仙岛六合之杀 有把神兵六合天一剑 立成岚当即就答应帮她取回来 真是一个在想尽办法去杀 另一个在用生命去闯 这时她来到海外仙岛 可这把神兵利器并不是这么好的 千万年来无数人前来都是有去无回 可立成岚为了招摇却不惧危险 当她历尽艰辛来到岛上 岛上手剑人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直接动手 可没交手几回合就打败手剑人 于是立成岚来到剑阵之上 剑底缠绕的雷电立即灼烧起来 立成岚当即感受到揪心的痛 可不知过了多久 当她睁开双眼镜变成血红色 顿时一口鲜血攀了出来 这世上谁将六颗天一剑拔出来 都可以将它带走 卑独你不行 你心有魔气 天生与天剑相克 今日我命丧于此 来日 你必将死在天剑之下 招摇手持血剑刺进洛明轩的心脏 也终于得偿所愿的首刃仇人 将这个自诩不死的金仙从此封印 洛明轩心有不甘地倒下 这一幕让招摇含泪苦笑 因为她为老爷抱得血海深仇 可也让她失去世间唯一的情人 新娘悲痛欲绝地看着洛明轩倒下 随即眼神狠毒地望向招摇 而她一直想尽办法复活洛明轩 当得知秦家血脉有七死回生的功效 于是她就用磨印控制哥哥柳薇杀死秦女 可一人的血液不够复活洛明轩 于是又串通万路门北门主缘解 然后刺杀秦指掩取她血液 却阴差阳错地吸取到招摇的心 可柳若苏却以为是血液不够 于是便控制指掩的心上人柳苍领 随后让她写信给指掩 可柳若苏却没算到招摇跟她一起 你磨疼 我要去进西门 你吃错药了 这信哪来的 是苍领哥哥写给我的 他说在进西门看见我爹了 招摇担心指掩前去会有危险 于是决定和她一同前往查看 随后在柳薇的书房发现密室机关 招摇连忙带着指掩进去查看 当二人来到密室镜头时 却发现还有一道紧闭的同门 这个我认得 这个是坚不可摧的金刚锁 可是我们怎么打开它呀 那时你没听说过 六合天一剑无间不摧吧 当招摇打开门却没发现指掩的父亲 只见到一副黄金棺材 于是二人连忙上前查看 可当招摇看见躺着的是洛鸣宣时 瞬间愤怒地出手击向她 不料棺木上竟有一层结界 任凭招摇如何施法都破不开 金仙之体 不死之神 陆明轩 你连躺在棺材里都让人厌恶 你休想再醒来 休想再睁眼看这时间一眼 为什么金仙会在此处 招摇也是感到万分疑惑 她想起当年在剑种重伤致死 血因止焉地写在速山冰窖中醒来 而后止焉父亲被杀害 洛鸣宣又被藏在此处 招摇当即明白江湖传闻是真的 上古秦家血脉有其死回生之小 这个女孩看见少年在拼命挖着废墟 当她好奇地走近一看 没想到被挖出来的尸体竟是自己 只见少年悲痛欲绝地抱着她 招摇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这个夺她神剑又害死她的厉承兰 居然会对自己用情置身 招摇不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 她觉得只是幻境之中的虚想 当招摇打破幻境走出来时 却见到沉浸于幻象的厉承兰 已然泪流满面 顿时让她冰封的内心泛起涟漪 心神慌乱的招摇连忙查看四周 而此处名为林亭山 进入这里会灵魂停息身体剧粉 就此被黑雾吞噬掉入无尽深渊 而二人掉入林亭山 皆因招摇的心魔 就在不久前 招摇与指焉意外发现骆明轩 恰巧柳若苏前来密室撞见他们 当即想与柳薇抓住二人 用血复活惊仙 可一番交手后不敌招摇 随后二人趁机逃离密室 厉承兰感应到招摇有危险 瞬间前来剑心门把他救走 可当厉承兰回到万路门后 又得知西山主司马龙被江鲁抓住 然后招摇与厉承兰一同前去移救 当二人追到一处竹林时 怎料地上突然出现裂痕 一道耀眼的光芒凭空出现 瞬间将他们吞噬进去 可当招摇苏醒后 竟发现身处诡异的地洞中 看向四周遍地皆是白血 这才明白是掉入林亭山 随后发现厉承兰摊坐在大树旁 可他此时却犹如走火入魔板 任凭他如何呼唤也无动于衷 这时厉承兰竟失魂地行走 招摇见撞连忙拉住他 可就在触及的瞬间 他被吸入厉承兰的梦境中 这才发生招摇看见他内心的一幕 此时他却发现厉承兰走向深渊 当即一把将他拉回来 随后用树枝将他捆绑在树上 这时招摇已然找到司马龙 发现他也一样陷入幻境之中 怎料江武却突然出现 二人手持长剑瞬间交战起来 只见双方出手凌厉招招直取要害 强劲的剑气在场中肆意 地动中盾时间山崩地裂 二人见状当即凌空踏步飞到一旁 此时厉承兰也从幻境中苏醒 突然听到招摇和江武的交谈 知道二人想要联手杀他 而且招摇还答应做江武的内容 可他们却不知厉承兰已然听到一切 二人当即一拍即合 可江武本就是因招摇而生的心目 这时却趁机调戏他 厉承兰见状瞬间暴怒 师 师父 你若是正当 那我生而为魔又何妨 我就是这么患 你有什么不满吗 愤怒的招摇仅此一击便将众人震飞 凌厉的眼神吓得二人接连后腿 一股霸道的剑气瞬间朝他们激设而去 洛明轩凌空而起 当即凝聚内力与掌心 强劲的真气瞬间将招摇震飞数女 随即一口鲜血喷咬而出 招摇看着虚伪的洛明轩缓缓走来 可他丝毫不惧还笑着嘲讽他 就在洛明轩欲痛下杀手之际 招摇凝聚谨剩的真气飞身逃离 可洛明轩怎会轻易放过他 当即使出伏魔阵阻拦招摇 招摇瞬瞬间无法动弹 此时洛明轩手持长剑一跃而起 在他袭来的这一刻 招摇不甘地闭上双眼 可下一秒长剑却停滞在身前 宗门高手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原来是力尘兰顺一出现救下招摇 只见他死死遏制住洛明轩脖子 公立尚未恢复巅峰的洛明轩 瞬间就消失逃离 当即就回到地面 宗门高手立马来到洛明轩身边 力尘兰正准备追杀他 见招摇已然重伤连忙扶住他 只见他们瞬间消失逃离 招摇和力尘兰立即紧随其后 然后在树林中围堵上众人 眼看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洛明轩当即即发金仙之力 祭出体内的真灵凤凰 火凤凰瞬间席向招摇 而招摇的致命一击正中他心脏 这时招摇被关进七指地大牢 而先前的老者竟是招摇的破坊 原来在此之前 秦千贤未救纸烟被骗到中门 然后趁机取得秦千贤的血液 从而让洛明轩得以解除封印 当招摇得知仇人再次苏醒 于是来到七指地满恢复功力的担药 可这里的钱才是一所积功的平算 招摇可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 所以他在这里穷得叮当响 就在这时 招摇看到老准满大机挑选儿媳妇 随即连忙说可以做他的儿媳 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恢复功力的担药 老者当即爽快地一口答应 招摇就这样恢复了功力 但是担药的时效只有两个时辰 随后招摇和力尘兰联手斩杀洛明轩 如在半空炸成烟花 当他醒来就回到七指地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这时招摇在努力回忆当初的事 他想到第一次封印洛明轩后 重伤不起地被暗罗位扛回万路门 在南山主顾寒光七天七夜抢救下 这才就回招摇的性命 随后就在万路门大摆宴席 他喝得不省人是半个月 而且耍起酒风一把火烧了戏月风 但是其中细节招摇却想不起来 这时狱卒前来让他们交钱 招摇的合约相公当即帮他一起交 他们这才得意出来 怎料招摇出来后竟然还问胖子借钱 随即拉着胖子来到店铺 原来他是想看清过往的事 当招摇拿起镜子看到当时的情景 他才知道当时喝得有多醉 不仅火烧熄月风 还调戏当初看扇门的历程来 然后一把将它按到旁边的石头上 你躲什么 我 我怕吓到你 哪里吓人了 你眼睛真好看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我一直在摇摇 你神轻松 你神轻松 眼前这个女孩不慎坠入轮回之地 而她为了回到现实世界 不惜割破全身动脉换血洗髓 只因世间还有一个深爱她的男人 原来就在刚刚 昭瑶在介于阴阳之外的妻子弟查看过往信息 看到当初在见种生死后的情景 知道丽承兰并没有背叛她 反而一直都深爱着昭瑶 二人之间的误会在此刻终于化解 昭瑶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现实世界 没想到阵法竟将她阻拦下来 她一脸疑惑地看着古术 随即再次尝试还是被弹回来 这时昭瑶在此地结识的好友叫住她 昭瑶连忙询问她为何会出不去 紫游声称是她已习惯这里的气息 被妻子弟的环境同化就出不去了 于是带着昭瑶找到酒馆老板 当即询问有何方法能出去 酒馆老板表示办法是有的 但是付出的代价却很大 随即酒馆老板带着昭瑶来到静池 而想要离开七指地 必须洗掉在此地的痕迹 必须割破四肢连接新血脉交汇的地方 以此洗涤身体的血液才能出去 不仅要受洗血之痛 如若坚持不住则会另丧黄泉 酒馆老板见昭瑶如此坚定 随后拿出匕首帮其割破动脉 昭瑶忍受疼痛缓步走下静池 哪怕之痛之险她也执着离开 经历七七四十九个时辰的静池之痛 在昭瑶毅然决然地坚持下 终于挺过这洗血之苦的磨难 自由连忙让她歇息恢复一下 可昭瑶归心四剑一刻也不愿停留 当即来到古术镇法前 随后二人告别一番便穿过镇法 当昭瑶回到现实世界瞬间虚弱地倒下 可却惊喜地发现已然变回本来模样 于是拖着虚弱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走回万路 当她回到无恶大殿前 却发现门中弟子竟然相互厮杀 而弟子们见到招摇时当即就停手 全部自觉地退到一旁让出路 招摇走进无恶殿才得知内乱的原因 北门主元杰与暗罗魏林子玉联合小创 眼前这个女孩正在打麻将 刚胡了一把牌 只听见一声巨响 女孩竟然变成烟花炸掉了 牌桌上的众人瞬间不知所措 此时女孩却来到另一个空间 原来招摇被炸回到七指地 自从上次吃下这店铺恢复功力的丹药 已经炸了第二次了 你们这个黑店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料掌柜却已经受出 盖部负责为由敷衍他 这负责脸颗把招摇气得头冒清烟 紫游将二人争执起来连忙劝开他们 随即告诉招摇还会触发隐藏效果 掌柜当即开口阻止紫游说下去 你可闭嘴 紫游 继续说 自从你第一次炸起 一共会炸五次 时间间隔会越来越短 阿姐你会越来越虚弱 炸完五次 阿姐你就会 你就会 怎样 会受到外人的敬仰 跪拜 说人话 回家喝戏剧 这番话刚好被赶来的立成兰听到 招摇当即询问他怎么进来的 原来在他炸了之后 立成兰想到之前招摇被炸回七指地 于是连忙来到古树镇法前 而他之前为寻找招摇施展九天树 所以立成兰才得以进入七指地 这时招摇询问掌柜有何解决办法 可掌柜却表示有办法自会联系他 不想立成兰竟要买一颗同样的丹药 招摇以为他没钱买就没阻止 怎料掌柜的拿镜子一扫进发现是大客户 招摇不可置信他会这么有钱 立成兰拿起丹药在手中查看 正当掌柜的一脸开心时 触不及防地被立成兰将丹药扔进口中 这可把掌柜吓得连忙让人研制解药 果然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了 这时招摇跟着立成兰准备回去 突然一位大娘拉着胖子找过来 招摇看着他骂骂咧咧的模样 连忙拉着立成兰撒腿就跑 当二人出了七指地后 立成兰才得知招摇竟和刚刚的胖子有婚约 心中的醋意瞬间翻江倒海 招摇发誓当初只是为了复仇买单样 只要把钱还给胖子便可解除婚约 而且只要做得足够多的好事就有钱 立成兰当即让门中弟子全部帮招摇 这时指言摇身一变就成了众人的事 因为招摇之前就是让他帮忙做好事 此时徐宗门祠堂之内 门主江河正在给祖先上香 当他转过身境发现骆明轩站门外 原来骆明轩竟然死里逃生 还查得立文得知徐宗门有无上秘法 炼制可得无上力量 于是便打起徐宗门的秘法 可江河却始终没有答应 徐宗门虽然历代保管秘笈 可却无人敢练 若我练之人 说不定能重获力量 你来干什么 来娶你啊 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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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摇当即起身席向江河 可随即便被他单手抵挡 只见他转身将招摇头戴的凤冠夺下 此时招摇与力尘兰皆不是他的对手 而江河正是因招摇而生的心窝 只见招摇再次席向他 不料却被他死死掐住脖子 力尘兰见状撑着重伤的身躯站起来 当即祭出万军剑击向江河 却还是被他一箭击飞倒去 瞬间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江河在他们大婚之日攻打万路门 皆因他得知力尘兰重伤未索 而招摇也因此前炸成烟花变虚弱 就在江河欲对力尘兰痛下杀手之时 怎料却被体内的功法抑制住杀我 于是便将他们全部囚禁于地牢 而招摇却被江河囚禁在身边 见江河无耻地拿力尘兰性命威胁 竟想霸王硬上弓 一把抱着招摇就想倾他 此时招摇第三次被炸回气质地了 这次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 随即问起掌柜什么时候能研制触解药 可掌柜也已经炸了两次 他也是着急的不行 招摇只能硬撑着回去救人 此时江河来到地牢逼问力尘兰 可他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江河见状打算击杀力尘兰 就在此时 一把长剑袭向江河 只见他瞬间翻身躲过招摇的攻击 随即一击劈开他的长剑 并将他拉到身旁死死控制住 当着力尘兰的面欲亲吻招摇 而这也让力尘兰体内的魔气再也压制不住 只见他双眼瞬间变成血红色 当即召唤乱军舰打算击杀江河 招摇连忙上前阻止他入门 不要我去 我去 不 招摇 鲁招摇到底得了什么病 能让你放下尊严 这般舍身相救 你应当见过他化为烟花的样子 五次后他就会死 我救 但是你记住了 我救他是因为我喜欢他 不是因为你求我 毕尘兰为了救心爱的女人 哪怕舍弃自身尊严跪下求江河 不惜一切也要救招摇的性命 这时二人来到无恶店一同商议 毕尘兰拿出千尘阁的阵阁之宝心莲 随即再以六道金刚阵法将心莲注入招摇体内 因为江河体内有擎千贤的功法 所以在莲花绽放时需要他将功法注入 于是二人连忙展开阵法施救 毕尘兰以两把神兵压住阵眼保持均衡 可此时阵内的招摇却极为痛苦 毕尘兰着急地询问江河什么回事 这力气是从我身体里传出去的 我和秦千贤不一样 我是心魔 心魔传出去的功法必带力气 这时江河突然回想起秦千贤的话 他为了不让江河再造杀戮 以自身功法依附在他心脏 可没想到江河为了救招摇竟挖出心脏 而这一幕也让丽丞兰未知动了 我把心都给你了 你相信我爱你了吧 而招摇也在此刻正慢慢地恢复 可就在此时 背叛弯路门的林子玉悄然出现 见到正在施展阵法的他们 想借此机会趁机击杀招摇 正在施法的二人被林子玉偷袭 江河当即便被长边击倒在地 丽丞兰见状一把甩开他的长边 怎料林子玉却趁机取得六合腾一剑 只见他手持长剑刺向招摇 眼看招摇即将命丧于此 丽丞兰飞身抵挡袭来的长剑 随即让江河赶紧压住正法 为了他你连命都不要了是吗 我的命本就是他的 丽丞兰今天是我救了你 救了万路门 但我以后不会再救你 你记住 这辈子你附了我 林子玉悲伤至于静不忘 拿着六合天一剑走 此时大难不死的招摇得以存活下来 丽丞兰悬着的心也终于松下来 就在招摇想抚摸丽丞兰的脸颊时 却突发意外 可招摇还是不信小红毛会这么好心 江河当即躺下拉开衣服给招摇看 招摇这才相信他 随即抱拳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而从此万路门却变成三个门主 可一山容不下二 更何况是三个大魔头 而且两人都喜欢招摇 从此丽丞兰与江武便有不断的争斗 这天手下给丽丞兰送周 不料却被江武给拦下 听到是招摇亲自熬了 他一口气全喝光了 结果连续拉了好几天肚子 无意间得知是被丽丞兰算计 于是将武假借退出万路门 唯有让招摇送行 而他早已察觉丽丞兰在远处观望 江武当即将招摇摟入怀中 正欲要低头亲吻他 丽丞兰见此情形在无法压制体内摩器 瞬间暴怒了丽丞兰厮杀起来 两大魔头对决导致整座山脉都地动山摇 这时招摇及时阻拦二人的厮杀 声称次日武士必然会给他交代 而江武的结拜兄弟却因伤势过重身亡 这群人以为山洞里隐藏着无数宝物 个个都争先恐后想冲进去 怎料洞口的结界瞬间将他震的口吐鲜血 只见又有两人尝试冲破结界 可同样是被震伤倒地 这时身穿红衣的江武缓步走来 只见他掌心散发黑色魔气将结界打开 他随即走进洞中查看一番 怎料地上竟是碎石铁链 时必四周封印聚集盘绕 原来此地是曾经封印丽丞兰的阵法 自从他逃出封印阵法后 这里便荒废于此只留下破损的铁链 而此时江武当即萌生一击 他随即施法将此地阵法修复 让封印阵法再次开启 打算将丽丞兰再次封印于此 因为江武的结拜兄弟被丽丞兰杀害 当他准备报仇时却被招摇阻拦 于是他便想到将丽丞兰封印起来 随后江武便传信给丽丞兰决意死战 两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二话不说直接厮杀起来 江武趁其不备带着他顺意消失 在出现时便已来到封印阵法之中 只见阵法金光环绕在丽丞兰周身 瞬间就将他重新封印于此 丽丞兰以我就此了结吧 丽丞兰也随着阵法的封印缓缓沉睡 这时江武再回去的路上发生意外 竟然遇见死而复生的洛明轩 而他手持的神兵却是六合天一剑 原来是叛徒林子玉在偷袭招摇时 趁机将此剑偷走 随后竟投靠洛明轩将神兵献出 因爱生恨想让他斩杀丽丞兰与招摇 此时江武手持长剑飞身一跃袭向他 然而重塑今生的洛明轩已是今非昔比 更何况如今还手握神兵加持 轻而易举就躲过江武的长剑 随即一剑将他震退数米才止住身形 这时招摇剑立陈兰失踪便四处寻找 怎料却遇到被击伤的江武 只见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待招摇看青来人竟是洛明轩时 一股冲天怒火瞬间涌上心头 你居然还没死 邪魔不灭大盗未复 我如何能成人呢 二人当即联手与他厮杀 可面对手持天一神剑的洛明轩 招摇两人合力皆不是其对手 江武为保招摇性命当即带着他撤离 可洛明轩循着踪迹拦截他们的去路 江武深知他对招摇怀着必杀决心 当即召唤出魔器分身带招摇离开 而他则独自留下来阻拦洛明轩 此时刚跑出来的招摇连忙停下 当即询问江武分身为何要跑 因为他曾经说过心魔是杀不死 可江武表示唯有六合天一剑能杀死他 招摇听闻连忙要回去救他本尊 可分身让他别回头赶紧走 这时重伤的江武拼此一击袭向洛明轩 怎料却被他一剑刺进身躯 身体瞬间被六合天一剑击穿 心有不甘地向后摔地倒去 招摇没想到江武竟如此深爱着自己 可也因爱着自己的人生死而奋 而洛明轩为神兵的威力感到兴奋时 突然出现的利尘兰一剑刺穿他身体 原来被封印的利尘兰感应到招摇有威胁 于是不再抑制体内磨气瞬间正破封印 当他感到时却发现江武已被击杀 怎料被刺穿身躯的洛明轩竟然并无大碍 当即一击震开利尘兰的万军舰 此时江武的临终遗言在他耳边响起 利尘兰 我的今日可能就是你的明日 我知道你爱着陆招摇 是个男人就把他救出来 记住了六合天一剑 能杀心魔 可洛明轩不想现在就与利尘兰决战 当即瞬移消失地离开 这时利尘兰看到招摇相安无事 忐忑不安的心也安定下来 连忙将招摇紧紧拥入怀中 我没事 木槿 他死了 洛明轩杀了他 我知道 我要替他们报仇 好 好 你是谁 我乃万军 你的力量 本不敢压抑 眼前这个少年被魔龙占据身体 导致他丧失理智滥杀无辜 哪怕心爱的女人站在面前都无动无踪 而拥有魔剑在手的少年正是利尘兰 身穿红衣的招摇缓缓缓上前 他伸手抚摸利尘兰的脸颊 想以此唤醒他仅存的理智 不曾想换来的却是迎头一剑 招摇拼尽全力抵挡下来 可利尘兰此刻已然被魔器控制 就连最爱的女人都痛下杀手 魔剑 是我 是你又如何 招摇剑无法唤醒其理智 随即闪身后退躲开魔剑 而后施斩顺一束将利尘兰带走 此时二人已然出现在剑中 利尘兰看着招摇突然有一丝清醒 可下一秒 魔龙再次出现在利尘兰的意识中 不断出言蛊惑让其放弃抵抗 正当他准备手握万军剑时 顿时浮现世间生灵涂炭的画面 瞬间将准备握剑的手盆下 最终呼唤苏醒 招摇剑到魔龙想再度控制利尘兰 当即手持长剑刺进魔龙躯体 这才让利尘兰得以恢复清醒 随后二人联手施法将魔剑暂时封印 可利尘兰的法力也随之封印 这时洛明轩孤身独自攻打万路门 此刻的他不仅精神加持且功力大增 仅此一击便将路十七击飞倒去 瞬间重伤口涌鲜血昏迷过去 利尘兰听闻动静出来查看 可却被洛明轩施展功法吸附身前 此时利尘兰因魔器被封印功力已失 他被死死掐着毫无反抗之力 只见他随手一掌就被打得重伤倒地 正在洛明轩欲痛下杀手之际 一位老者突然出现挡下致命一击 来人正是利尘兰的父亲 他终于恢复清醒的意识 爹这一辈子没为你做过什么 最后 让爹做这一件事吧 爹 他深知此生亏欠儿子太多 只见他以身训法将自身化作魔器 瞬间划入洛明轩体内侵蚀他 他的掌心顿时出现一道伤痕 身体内魔器的侵蚀让其痛苦不已 利尘兰见父亲为救自己而牺牲 当即悲愤地向洛明轩洗去 却被他一击挡下轻刻间瞬移消失 即使赶来的招摇却发现还是晚了 只见遍地躺满门中弟子 于是连忙询问陆时期 这才得知利尘兰被洛明轩带走了 洛明轩 赵友 你别冲动 冲动 他洛明轩赶来我万路门抓人 我如何做都不算冲动 真相就是 洛明轩他才是真正的魔 陆赵友 你果然来了 不过这一次 你救不了他 也救不了你自己 救不了自己的是你 洛明轩为了掩盖真实面目 他将所有罪孽推到历尘兰身上 可此时秦纸燕带着柳苍领突然出现 当着宗门所有人的面揭开他虚伪的面孔 杀害将门主夺走秘术 将虚宗门灭门的人是你 洛明轩 洛明轩却失口否认所犯罪行 招摇见此行目的已然达到 当即凌空而起准备救下利尘兰 怎料洛明轩拔出六合天一剑拦截他 二人之间的生死决战就此揭开 双方出手招招致命只取其要害 只见灵力的剑气不断在场中肆营 此时洛明轩凌空跃起奋力一斩 瞬间将招摇手中的长剑斩断 随即凝聚浑身真气与掌心 仅此一击便将招摇击飞撞到雕像之上 克力的雕像刹那间撞倒在地 而招摇重伤倒地口流鲜血 就在洛明轩遇一剑击杀招摇时 突然身后被人偷袭 原来是江武的杰义兄弟一剑刺进他身躯 可拥有不死之躯的洛明轩 反手一掌便将其击伤数十米 此时力尘兰脑中突然响起 父亲临死前化魔击伤洛明轩掌心 立即将其弱点在掌心告诉招摇 招摇听闻瞬间拿起端剑 拼尽全力刺向洛明轩掌心 随即凝聚真气一掌将他击飞 直接将洛明轩击飞到数百米的石柱之上 赫力的石柱顿时轰然倒下 只见他颤颤巍微地爬起来 怎料洛明轩体内的魔气却因此激活 无尽的痛苦让他压抑不住魔气的侵蚀 魔气不断在其周身环绕散发 就在招摇欲将他斩杀至极 只见他掌心爆发强大的魔气将其震飞 此时洛明轩终于露出丑陋的面孔 宗门之人见此情形皆是震惊不已 被魔气侵蚀的洛明轩此刻眼中唯有杀戮 竟然要将所有人一举分裂 这时立成岚听着遍野哀嚎之声 瞬间冲破体内封印释放意志的魔气 只见立成岚手持万军舰从天而降 顷刻间刺进洛明轩的天灵盖 招摇趁机手持六合天一剑而来 当即奋力一剑刺进他的心脏 这才将最强反派彻底击杀敏面 可就在此时突发意外 解开封印的立成岩被魔气侵蚀 招摇上前查看却被他一把推开 而魔龙再度入侵立成岩意识中 眼前这一席素衣的女子正是陆招摇 而秦指焉也在招摇离开后接管万路门 自从五年前立成岚被魔龙侵蚀 就在他即将永远沉沦之时 招摇滴落的泪水将他一时拉了回来 立成岚为了彻底摆脱魔气的侵蚀 他寻得上古奇阵将魔气彻底封印 此时他与招摇一同前往剑中 二人联手将万军魔剑封印深渊 随后将肉身以万年古树藤包裹成彩 最后将意识放逐在天海的都州上修行 而侵入立成岚意识的万军舰也被扔进天海戏 等待拓检重生的那一天到来 而招摇五年来一直在剑中等他归来 在等待期间招摇走遍世间各处 探透人世间爱恨情仇 而他与立成岚的事迹也流传于世 那陆招摇虽说是明造一时的大魔头 可面对立成岚也是温柔似水 他对立成岚从始至终是知情知心哪 而立成岚一开始是冷酷无情 但在陆招摇的一片深情之下 再多的权谋算计 也就变成了指尖温柔 你笑什么 我笑着说书人添油加醋 颠倒黑白 这并不是一个悲情的故事 而且 男女角色应该调换过来 两位女孩听闻立即质问招摇懂什么 招摇听闻也并没有反过 随后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看着人来人往的闹事 独自来到河边看着夜门 不知道过了多久事件 剑种突然产生一动 当初的六合天一剑插在地上 这也代表立成岚摆脱魔器归来 此时立成岚与招摇手拉手走在街上 当招摇看着唐葫芦连忙让他们 二人幸福地走在街上 立成岚突然询问招摇是否还记得当初的话 我说我带你走啊 天涯海角我都行 你明哥啊 好的美啊 你换个衣服怎么这么慢啊 来了 你穿什么嘴 这次咱们居然出来 就是要向当年爹娘一样 将我们上回的一番大事情 姐能带你跑出来 那一副一桶起子把他解身上 你看我像不像 到底像不像 像 我非得贴这个疤吗 当然要贴了呀 爹当年就这样 挺好看的 娘喜欢爹啊 就是因为这疤好看 所以啊 咱们这次出山 不说重现爹娘当年风光 起码不能辱魔家门 不然我们这样 先礼以下保命绝学 少侠在上 小女子甘拜下风 行之山水仇 也轻退两难受 只留下一只